第32题 大部分的物质在二氧化碳中无法燃烧 但煤带在装有二氧化碳的广口瓶却会继续燃烧 其反应是如2Mg加CO2生成2MgO加C 关于此化学反应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 煤带发生还原反应 我们这里的煤 我们到这里氧化煤得到了氧 所以得到氧是发生所谓的氧化反应 所以选项A是错的 选项B 氧化煤发生还原反应 发生氧化反应跟发生还原反应的都是所谓的反应物 氧化煤是生成物 所以并没有所谓的氧化还原反应 所以选项B是错的 选项猪说 碳对氧的活性比铁大是错的 因为我们发现我们的二氧化碳 把我们的氧丢给了煤 所以就表示煤可以抢走二氧化碳中的氧 所以铁的活性比较大 而不是碳 所以选项猪是错的 那么选项C说 以钠取代煤也可以跟二氧化碳反应是对的 因为钠的活性比煤更大 它更可以抢走二氧化碳中的氧 然后发生化学反应 选项C是对的 第32题问我们说 关于此化学反应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 以钠取代煤也可以跟二氧化碳反应 就是让你拉之前点 同样的